他来到车站的城以前 随手拿起别人的报纸 你以为他拿错了 不 而是这张报纸中隐藏着他的下一个任务 他名为黄昏 是西国最顶级的特工 凭借着出神入化的易容术 冒充交易人员轻松取得了外交大臣的丑闻照片 任务完成后 又迅速于为了执行任务 而故意接近的官员之女分手 因为对于特工的他来说 友情 爱情 只不过是他为了完成任务的工具罢了 而他的下一个任务 是调查一个威胁东西两国安全的危险分子德斯蒙 而德斯蒙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 而唯一能接近他的机会 就是参加他儿子就读名校的联姻会 对于顶级特工来说 任何高难度任务都不在话下 除了齐天造一个孩子 于是他化身成名为福洁的心理医生 准备临时组建一个家庭 而偏僻的孤儿院 最熏熏的院长 越是这种环境恶劣的地方 身份不明的孩子就越多 篡改以往的经历就越容易 七天时间不足以造个娃出来 但收养一个会读会写的孩子 却绰绰有余 眼前的少女名叫阿尼亚 今年刚好六岁 对于成年人都有些难的填字游戏 她却可以在一分钟内 达到百分之百的正确率 你以为她是个天才少女 其实并不然 她是出自实验室的实验体 拥有读懂人心的超能力 刚才的填字游戏 只是她根据黄昏内心的声音完成的 就这样间谍黄昏 与超能力女阿尼亚组成了临时妇女 回到新家的阿尼亚 对一切充满好奇 能够读懂他人内心的她 深知黄昏是一名出色的间谍 所以就连日常上街购物 都被理解为是秘密任务 作为间谍呢 要时刻保持低调 可阿尼亚却跟黄昏唱起了反调 她不仅高调逛街 还要用一块钱买十块钱的面包 这让黄昏对阿尼亚的智商产生了怀疑 甚至有了换个孩子的想法 阿尼亚一看这哪行啊 二话不说当街哭了起来 最终黄昏靠着一大大美食 才结束了这场闹剧 为了可以破译人类幼崽的行为 黄昏购买了很多育儿书籍 希望可以通过他们 试着去理解人类幼崽 可惜知识还没补全 鸡腿狗跳的一天又来了 作为正常孩子 阿尼亚也不喜欢学习 可如果不能通过入学考试 就意味着任务的失败 于是黄昏决定出门散心 让阿尼亚好好反省自己 但新手间谍爸爸做梦也没想到 自己的反侦查手段全用到了一个圆类幼崽身上 最终靠着一口重大40吨的棺材板 才让黄昏有了与街头人会面的机会 他从街头人处拿到了阿尼亚的信息 这娃有着四次被收养 四次被退娃的经历 这并非空穴来风 因为在家中躺平的阿尼亚已经开始作妖了 他曾通过读心术 从黄昏处获取了家中间谍设备的密码 这正是一台用于联络的通讯机 与此同时 敌方阵营截获了一段未知代码 所以等黄昏回到家时 等待他的就是早已埋伏好的敌人 虽然黄昏盖恋地解决掉了敌人 可阿尼亚却不见了 就在黄昏思考是绑自己还是救娃时 手下带着被俘的黄昏来到了秘密据点 可当大佬揭开黄昏头上的纸袋时 竟不是黄昏 与此同时 夜容后的黄昏正抱着阿尼亚跑路 正是这种感同身受的无助感 让黄昏想起了自己儿时的孤独与绝望 他不想再将阿尼亚卷进危险的间谍活动中 于是手写了一张纸条 让阿尼亚带去警局 警察看了就会重新把他送回孤儿院 接着他返回敌方据点 一拳两拳三拳 九九八十一拳后解决掉了所有小弟 最后将枪口抵在了大佬脑后 解决掉危机的黄昏不曾想到 阿尼亚竟一直在门外守候着父亲的归来 他只有一个小小的希望 可也有个父亲有个家 至于入学考试 阿尼亚也通过自己的努力 成功拿到了入学合格书 可一个棘手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入学室要一家三口同时参加 阿尼亚也通过来 YAAAAAAA